欢迎您使用三一费即刻式广告机 本安装指南针对产品试用环境与安装前置准备做详细解说 数位看板如同您专属的媒体频道 您只需于电脑中安装专业软体 将广告机连接至显示器即可操控自如 电脑与播放机间的资料传送途径 可在内部区域网络 以有线或WiFi无线传输的方式传送影音广告 或使用USB随声碟手动更新数位内容 以下步骤教您如何安装软体 请至我们的官网 三一费.bizolution.com下载软体 三一费软体支援Windows与Mac作业系统 请您一提示逐步执行安装 安装完成后打开三一费软体 即可看到下方软体示意画面 步骤三使用本产品随附之HDMI讯号线 将播放主机与显示装置连接 步骤四为连接播放主机 若您使用有线网络 请将您的网络线连接上播放主机 若您使用无线网络 请先安装上WiFi天线 若您使用USB随声碟更新内容 请等待稍后的安装项目 初次设定 请接上USB滑鼠 设定完成后即可移除 最后将电源变压器连接播放主机 并插入插座后即可自动开机 步骤五 开机后 显示器出现系统设定画面 点击滑鼠暂停播放倒数通知 若显示器未出现设定画面 请检查显示器之输出复 是否正确设定 若您来不及停留在系统设定画面 而进入开始播放状态时 请使用滑鼠 于显示器的右下角连续快速点击十次 即可返回系统设定画面 步骤七为显示器安装方向 初始设定为横向显示 若您的显示器为横向安装 您可忽略本步骤 显示器设定方式 请点选右侧 选择HDMI设定之画面方向设定功能 画面方向之设定以顺时钟旋转角度来定义方向 步骤八为有线网路设定 使用无线网路或USB随声碟更新时 请忽略本步骤 若您有线网路为DHCP自动派发IP 亦可跳过本步骤 有线网路环境设定 请点选系统设定主画面之以态网路方块 选择静态IP 并将IP位置、闸道、遮罩与DNS确实输入储存 即完成 步骤九为无线网路设定 无线网路环境设定 请点选系统设定主画面之WiFi方块后 开启并选择无线AP名称 设定AP密码 设定完成后点选连线 即可完成无线网路的设定 以上您已完成所有的设定工作 请于系统设定主画面 确认您所设定的网路方块 是否有显示IP与MAC资讯 完成后点击播放 辛苦了 现在您可打开三一费软体 开始设计您专属的数位频道 三一费软体的操作方式 请参阅官网的教学资源 我们将一步步带您成为数位媒体的专家 更多资讯请关注Facebook 即可视粉专页或拨打449-9908 全省统一代表号 我们将提供您咨询服务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